觀眾頻率真的不是只有週二 週四我們也有說體育要記得了 我們先歡迎梓劍 約定晚安 大家晚安 梓劍 開起來 因為棒球季就要展開了 中華職棒最近已經在打熱身賽 而新的賽季預計在本週六 也就是4月1號當天就要正式開打 而且我據說這個開幕戰的對戰組合 滿有看點的是嗎 是啊 這一次的開幕戰的組合 是由中信兄弟對上樂天桃園 那麼這兩隊正好就是去年 冠軍戰的組合 而且這個組合真的是票房保證 2016那一年的開幕戰 同樣是這個組合 在桃園球場當時進行是創下 一萬九千多人進場觀賽 是史上最多 哇塞 那真的 今年的開幕戰真的滿值得大家期待的 而今年我們講到這個開幕戰 因為是去年冠軍是中信兄弟 所以今年的開幕戰就來到了 台中洲際棒球場來進行 而且對於中信兄弟的球名來說呢 今年除了開幕戰之外還有另外一大勝市 那就是23號球1的引退了 是啊 就在開幕戰的隔天 也就是4月2號這個禮拜天 中信兄弟會安排恰恰彭正銘過去衣服的備號23 這個數字要正式引退了 那麼一連兩天的活動呢 也讓中信兄弟的球團就透露 現在門票已經賣到爆 好 真的不只賣到爆 大家也期待到爆 到底呢 還有哪些看點呢 我們搞好時間交給你們的時間 好的 玉婷 說到禮拜六這場開幕戰呢 是由中信兄弟來對上樂天桃園 那麼到底錄死誰手呢 以過去18次的數據來看呢 中信開幕戰的戰績是11勝5敗 那麼換算下來呢 它的勝率差不多是6成8左右 樂天桃園的部分呢 過往參與開幕戰的戰績是4勝3敗 也就是說換算下來勝率差不多是5成7 所以就數據上來看 中信兄弟略勝一籌 而且中信呢 過去兩年是二連霸的冠軍 因此在氣勢上比樂天桃園 還要更加地來勢洶洶 那麼這場向園大戰 能不能打破過往開幕戰的紀錄呢 令人期待 當時在2016桃園的時候 是19000多人關賽 那麼這次在台中洲際球場 如果滿場有望創下2萬人 再度刷新票房紀錄 那麼這一次呢 向園大戰啊 樂天桃園隊他們的先發投手 派的是黃子鵬 那麼這位黃子鵬呢 其實樂天桃園啊 過去9年的9次參加開幕戰 他們的先發投手派的都是洋將 這一次破天荒 派了一個本土的投手 那麼這個黃子鵬呢 在WBC也有代表台灣來參賽 因此這一次首度擔任樂天桃園的 這個先發開幕戰的投手 也是另外一個亮點之一 好 那麼這個除了終止 美國大聯盟也將迎來全新的開季啦 開幕戰呢 將會在台灣時間明天 也就是3月31號的時候來開打 那麼當天呢 就會有15場比賽 是55年來第一次所有球隊 在開幕戰這一天 通通都得下場比賽 那麼今年呢 一樣是會有162場的例行賽 打好打滿 那麼這一次呢 是首度採用NBA 跟美國國家冰球的賽制 讓30個隊伍每一隊之間 至少都會互相交手到一次 那麼今年的新賽季呢 看成是大聯盟2.0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官方為了增加比賽的精采度 還有解決棒球比賽啊 常常時間過長的這個問題 而推出了四大全新規則 要讓觀眾看得更享受 而且更沒有負擔 是哪四大新規則呢 第一 投手的投球開始有現實了 從今以後 投手不能夠再猶豫太久 因為之後的比賽呢 場邊都會放像是這樣子的一個計時器 好 這個計時器要幹嘛呢 如果壘上沒有人的時候 投手必須在15秒以內就完成投球 那壘上如果有人 好 可以讓你稍微想久一點 20秒之內就要完成 如果違規也就是超過這個時間的話 那麼投手就會記一塊球 除了投手之外呢 打者也有現實喔 之後上那個打擊區 必須要在8秒之內就完成打擊 那如果違規的話呢 打者就會記一個好球 那這個新規定對於縮短時間真的有效嗎 還真的有效耶 因為大聯盟春訓的比賽啊 統計數據下來 平均每場比賽是兩小時三十五分鐘 去年的平均時間是三小時一分鐘 也就是說推出這個計時器給大家壓力之後呢 現在每場平均比賽少了二十六分鐘 那麼為了解決呢 有些比賽真的是常常又臭又長 所以大聯盟給投手的緊箍咒還不只這樣 因為第二條新規定 就是要限制投手的牽制次數 好 照片上的這個畫面呢 就是投手要牽制一壘手 那麼常看比賽的觀眾一定不陌生 投手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他有時候是為了要增加思考的時間 因此會技術性地 用牽制一壘的方式來拖延比賽的節奏 那麼到齊的強投柯霄就表示說 他有時候不知道要投什麼球 就會用這招來想一下 拖延一下 從今以後他也不能這麼做 因為新規則規定說投手 不管是要牽制或者是覺得狀態不好 想要重新整理情緒 他最多最多都只能夠離開壘包兩次 第三次開始 如果有抓到跑者那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沒抓到 就會視同投手犯規 那投手犯規怎麼樣呢 跑者就可以直接推進壘包 希望藉此讓比賽更加的緊湊 那麼第三個規定 就是要禁止守備佈陣 這條新規定可以說是新改變了 這個近二十年來所流行的比賽樣貌 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看到畫面上這張圖 通常在二壘壘包 以這個二壘壘包為一個界線 分成左邊跟右邊 那麼現在開始呢 左右兩邊都必須要有兩名內野手 簡單來說就是回歸傳統啦 限制一壘手 二壘手 游擊手跟三壘手的範圍 讓他們不能夠隨便的跑來跑去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現在大數據太夯了 大聯盟打球都是靠大數據 所以他們很常依靠大數據 來根據打者的習性 來決定他們的守備位置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這個打者 就數據上來看 他的那個打數據的球 就是很常落在這一區啊 那麼就常常呢 四個壘手可能都擠在這一區 或者是三 一邊三個 一邊三個 一邊一個 那麼從今以後呢 必須要平均的分配 就是為了不要讓大數據 主宰比賽的進行 那麼再來下一個新規定 第四個新規定就是 壘包變大了 上面這個是以前的壘包 它是三十八點一公分 乘三十八點一公分 那麼新壘包變大到多少呢 變成四十五點七公分 還曾經被那個 紅襪的教頭笑說 放了三個這個披薩盒 在棒球場上 為什麼要變大呢 也是為了增加比賽的可看性 壘包加大之後 上壘或是倒壘的機率 被預估也會大大的提高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提升球員的安全 就讓我們期待 正式開幕之後 這些新規定 能不能如實達到效果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說體育 我們先把時間交換給玉婷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